目前已發現受惠民眾 為兩名抵達時間為163公分 遠遠就看見兩名遊客受困 海巡人員搭著救生艇 馬上伸出援手 小心翼翼將黑衣男子成功拉上船 緊接著還有一名女子 坐在立場板上等待救援 海浪不斷拍打 增加救援難度 海巡人員使盡全身力氣 終於將兩名遊客帶回岸邊 事發就在3號下午4點多 海巡署接獲民眾通報 有兩個人在蘭嶼鄉 饅頭山滑SUP立場 卻被海流帶到外海 體力不知才會卡在海面上 隨即將人員救援上體 並返回開遠浴港 今天初步檢視兩名民眾身體狀況均良好 五名血壞傷且無序救醫 最近天氣慢慢回婚 不少人開始從事水上休閒活動 海巡人員也提醒一定要記得穿救生衣 注意天氣狀況 幸好這兩人沒有大礙 結束一場驚魂祭 華氏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我是葉銘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氏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